好 我們剛剛講了 對於民進黨政府來說 第一 我們人民最基本要求就是 你好好做事 清廉 第二是什麼 要會做事 為什麼這樣講呢 來看到新的行政院長陳建仁 終於站上了直勳台 他的講法是說 我其實早就準備好了 國民黨被革我不讓我上來 好啦 你現在真的上了 這個被勳台之後 結果現在一上來 就馬上被問 現在台灣面臨了三缺問題 叫做缺藥 缺水 還有缺蛋 你已經變成了三缺內閣了 這一句話讓陳建仁有點生氣了 他說我當然不同意 其實你說什麼缺藥 缺水 缺蛋 都是有理由的 而且我們現在正在解決改進 大家就在問 不對 但這個問題 已經從去年到今年了 為什麼你一直告訴我有改進 可是我一直沒感覺 那到底是人民的問題 還是政府的問題 陳吉仲是怎麼告訴我們的 陳吉仲說有啦 有在改啦 包括什麼 包括他還會預示未來可能的狀況 南部我們說了現在遭逢 三十年來的最大漢 陳吉仲告訴我們說 他已經開始著手研究 第一季是不是我們可以改種 其他的作物 好 可是種其他的作物你選好了嗎 你跟地方上面的這一些跟農者 他們真的已經協商好了 大家都沒問題了嗎 因為現在在地的常常會覺得說 農委會主委人在哪裡 在做什麼事情 你來看看就連他 我們的洽吉王市監議員都有感覺 他說他認為啦 陳吉仲已經變成了民進黨的執政破口 為什麼他會覺得他是破口 因為他一直抓不到重點 而現在他覺得政府的方法就是挖東牆 補西牆 包括缺電問題 缺水問題 是不是都一樣 你們沒有把蛋荒問題解決之前 他希望不要再亂開支票 因為反而到最後會打自己一巴掌 陳吉仲現在到底大家對他的觀感是什麼 帶你來看一個最新民調 這是TBOC的網路輿情分析 他說從這邊開始是一月 一月底開始已經連四周 他的負升量都是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四十一四十二一直沒有掉下來 可是正升量卻是一直在往下走 這代表了什麼呢 這代表了現在有將近三成的網友認為 他沒能力卻是賴著官位不走 你會一直在講說 我們目前包括我自己本人走進超市 走進賣場很常我們買不到蛋 那我們就要問到底 你一直覺得沒缺蛋 你說只是什麼 只是供應量確實每個天 每天會少大概五十萬顆到八十萬顆 但是不算缺蛋 可是我們的感受就跟你不一樣 然後雙方就好像平行時空一樣 包括這位委員 林楚音委員 林楚音委員說我就有買到蛋 他還拍了一張圖 他說他的這個蛋是雞品養生 還有永齡農場的雞蛋 甚至他還問郭董說 你這個郭台銘 你們其實永齡農場不就是你們的嗎 你一直講說沒有平價蛋 什麼蛋缺 可是你這一盒在超市賣場 比別人貴了快一百塊錢 怎樣 你是雞蛋界的iPhone嗎 你現在要不要出面回應 然後王定宇也出來講了說 這是誰家的事業 誰說沒有蛋 笑死人了 這樣的樣子的新聞 你看到綠營媒體 比較偏綠的媒體 接二連三 包括了友台 網路媒體爆媒 接二連三的發說 郭台銘要先把自己的鬍子給刮乾淨 那郭台銘真的不知道嗎 永齡基金會他們發了一個聲明來回應 他們講法就是 永齡農場從來沒有生產雞蛋 可是他發完這個聲明之後 林楚瑜馬上又再回敬 他說 你說你沒產蛋 你以為是這樣嗎 他指控的是 基本上這個是品牌合作 還說什麼 還說母公司的創辦人 跟這個永齡農場執行長 一模一樣等等等等 說登記的地址甚至都一樣 結果馬上被網友打臉說 不對啊 委員你到底在查什麼呢 我們去查了發現 經濟部顯示的地址就不一樣 有這樣的立委還需要敵人嗎 包括母公司子公司 到底兩個之間 如果是獨立運作的話 那他們的關聯性又是什麼 包括地址 網友說跟你查的不一樣 那到底你們想要討論的 是蛋缺的問題 但價格的問題 還是現在委員想跟我們討論是 買不買得到蛋的問題呢 其實現在很多人買不到蛋 就連公司小編 不小心透露了心聲 因為他一開始在發文的時候 他其實是在講一個什麼 講一個說 點一碗牛肉湯 然後就可以吃 乳蛋吃到飽很佛心 結果就在這裡頭寫了一句 蛋荒 就這兩個字馬上被出真洗版 出真到最後 不得不把蛋荒兩個字拿掉 直接把內容給改掉 大家就要問了 現在是改了 你覺得沒看到 就好像問題解決了嗎 民生問題一直存在 你有沒有感受到百姓的感受 那才是真的 因為現在告訴我們 我們體會到人民痛苦 所以要發現金 好 昨天這個預算案過了 現在發現裡頭有貓膩 什麼貓膩 政策宣導費達7400萬元 所以就網友 這個委員在問 說是不是這裡頭 又是要養網軍搞大內宣 甚至現在他們射出了好幾支劍 其中也包括了 來台自由行的旅客 一人可以發5000塊 也有委員在問 不是 我們發6000塊 你搞很久 結果來玩的發5000塊 我們的6000塊 還是我們稅金超收的 然後你給人家5000塊 到底把我們當成盤子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5000塊要怎麼發 還是就只是發出來而已 你背後的邏輯思考 有沒有真的在做事 有沒有認真在做事 其實從這些小細節 就可以讓大家問好多問題 回過頭來 請教鄭老師 你怎麼樣來看 陳建仁 他說他有在做事 怎麼會沒有呢 你說我是三缺內閣 我非常不同意 因為這些缺都有理由 你不同意有什麼用呢 你要掌大權 要當行政院長 要當大官 要光宗耀祖 要展現你的所謂威風 那你要有本事 因為國是如麻 千頭萬緒 你要有能夠有團隊 有本事能夠解決問題 好 那現在問題已經呈現一些 特別是跟民生有關的 你就不能掉以輕心了 你不是用掰可以解決的 那是硬碰硬的 那現在三缺 缺水 缺電 缺藥 缺蛋 那現在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從表象是缺 其實做一個政策的執行者 跟制定者都要想 這個是一時的問題 還是長期的問題 單因素的還是多重因素的問題 你這樣子缺這三樣 未來會不會缺電 會不會有其他缺 你要想清楚 好 你比以蛋價為例 是零一下子貴 還是將來長期 你剛剛有時候要講說 是全面性的物價上漲 是一個糧食上漲 那就是長期都要貴 你要有得面對這個問題 第二 你是一時缺還是長期缺 你看他們有時候講說 氣候因素 積溫因素 陳其中更扯了 說因為冬天火鍋多 用的蛋多 好像是個短期因素 你到底是缺蛋 是長期還是短期 蛋價漲高了 是長期還是短期 如果兩個都是長期 那你用扯的能夠解決嗎 你扯的時候 因為冬天短期火鍋一時現象 那你就不通 你現在到底是因為群流感 氣候的變遷 還是戰爭把各種各樣的 飼料抬高 你都沒有對問題 做一個具體的分析 那要價也是一樣 現在說要的原料 為了要的原料 為什麼這個越來越貴 是一時 比如說用蛋 是蛋商在那邊操作 還是剛剛講那些根本是長期 未來一定往這個大市去 那你如果長期的事情 你用短期政策 你怎麼能夠解決問題 你現在進來五百萬顆 也許可以打擊一下這些蛋商操作 但如果是長期問題 將來我們要再面對 那這個時候你顯清楚 政策已經出了問題 民生已經感到不變 那你這個出來 第一個就面對問題低調一點 那個陳其中臭屁人的樣子 為什麼王世堅跳腳 他就是一個破口 好 現在更重要的是像 林楚音這種出來護航的 林楚音你看平常形象 好像有一個樣子 你今天罵 說叫郭台銘刮人家鬍子 先刮自己鬍子 那一樣 你今天鬍子沒刮好 是你們執政黨 自己把蛋也缺 藥也缺 你們沒有把自己鬍子刮好 人家才來修理你 他今天說刮人家鬍子 要自己先刮鬍子 這個東西對嗎 今天你們是有執政責任的 你們是要被監督的 林楚音用了這麼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理由 我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越幫越忙 讓自己的形象 就遭到一個很大的破壞 好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對於陳建仁 也是個很大的考驗 你不要太怪 把它弄一個陣陣 用陣陣來轉移 經過去年的選舉 台灣老百姓面對問題 什麼抗中牌 什麼反中牌 要用這種東西 政治動作人來轉移 越來越困難 何況民生問題是扎扎事實 缺蛋就是缺蛋 物價越來越高 那麼這個經濟政策 一直弄不起來 所以你剛剛剛剛講說 你這種旅遊的補貼 或者一下子進口500萬顆的蛋 這種到底能不能根本 解決問題 那你陳建仁 你一個新內閣 你要展現不一樣的格局 你如果繼續讓陳其中這些 他們掌握政權 掌握情政權力呼嚨 那都是林楚音這種 或者王定宇 王八千這種 在旁邊越護航越糟糕 講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 包括問政品質 這個護航品質都不好 那會把你的內閣 你嘴巴硬沒有用 招完就要見真章了 其實說實話 對於百姓來說 我們想知道就是什麼 我們想知道就是 現在的台灣 現在的台灣社會 吃顆蛋應該 不應該要是一個很沒有很貴 或是買不到 或是你要跑很多家店才買到 因為他不算是什麼 犧牲的食材 應該要是大家走進店 你想買蛋的時候 你買得到蛋 這是大家的一個感受 但是當執政黨的委員 跳出來說了 說你那個一盒賣到220幾塊 比其他的蛋貴了快100塊 郭董你在賣蛋借iPhone 你還在罵人家缺蛋 這種邏輯的措置 但是大家就會想問 第一 你不是執政黨的嗎 你不是應該要先去問 為什麼我買不到平價蛋 為什麼平價蛋會缺嗎 第二 你罵人家說 郭董 所以沒有蛋 誰家的事業呢 人家都已經回應 沒生產過蛋了 他還說不是 你們是同一批人 一種邏輯錯誌 遠之 這就是很可悲的地方 就是立法委員 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有立法委員 是為了制衡行政權 就是要代表民眾去監督政府 結果大家看看 我們民進黨立法委員 都是什麼嘴臉 沒有在監督政府的 都在幫政府在護航 然後發現政府護航不下去 就開始造謠 人家明明就已經告訴你說 永齡農場沒有蛋 還硬要講 他現在講說那個什麼幾品 幾田是不是 幾品 幾品 幾品只是說永齡農場 他有跟他合作過一個項目而已 比如說我有一個產品 我在便利商店賣7-11賣好了 所以7-11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生產的嗎 沒有 他們現在就給他天堂是非 就造謠 造謠之後是為了護航 我們看這種立法委員 已經失職到這種地步 我講一下陳吉仲 我覺得陳吉仲現在 在民進黨政府 是什麼樣一個定位跟角色 你看他的聲量 已經低到這種地步 已經負面那麼多 但是民進黨不會讓他走的 因為他現在在內閣裡面 已經取代蘇貞昌成為另外一個 具備高仇恨值的甘草人物了 民進黨內閣裡面 就需要這樣的人 因為像以前蘇貞昌頂在前面 講話很難聽 然後亂罵人 然後做得很爛 吸仇恨值 大家又覺得說 好像蔡英文沒有那麼討厭 蘇貞昌比較討厭 所以蔡英文就可以躲在後面 現在蘇貞昌走了 陳建仁看起來仇恨值 到目前還沒有很高 所以怎麼辦 還是需要有一個 陳吉仲這樣的角色 在那邊吸仇恨值 所以他才可以肆無忌憚的 亂講話 他講說他只處理蛋荒 不處理蛋價 這他講的 可是就我的了解 他根本就是因為去年 一直在干預蛋價 他就是 九合一選舉前 他還要求淡商說 給我降兩塊 營造出那種 民進黨執政好棒棒的做法 淡商就成本不敷 所以想說 那等選完之後 我再漲回來好了 結果選完 人家要漲三塊 他說不行 你只能漲兩塊 結果大家就降低生產意願 因為我就賺不了什麼錢 算了 我就能生產多少 就生產多少 所以 但永遠不會足夠 原因在這邊 因為你沒有給他足夠的動機 讓他可以 但可以多到說 大家會願意大生產 價格當然就降不下來 這就是陳吉仲在說謊 他還告訴你說 他沒有干預蛋價 他有干預蛋價 造成蛋荒 結果他說 他只處於蛋荒 不處於蛋價 你說他這個人 這個人不但是無能 而且更 我覺得 不要說 就是還說謊 沒有道德 因為電視尺度關係 不能講太難聽 但是就是 他就是不會走 你知道嗎 有一句話叫五六不能亡 他對於蔡英文而言 叫急重不能走 因為走了 就沒有吸仇恨值的人 在那邊了 OK 好 來 學姐 你怎麼樣看 因為現在就連公事小編 他其實我相信 他本來沒有那個意思 可是問題是 他就寫了這麼一句 對照如今淡荒 就這一句 對照如今淡荒 直接被出征洗版道 把內容乾脆改掉了 這個 原資格五六不能往事 來形容偶像的 那不能形容那個陳吉忠 所以 只能說他真的是 在位最久的農委會主委 但是大家也會發現 他是最常上鏡頭的農委會主委 以前我們可能真的都沒有 那麼認識農委會主委 但是每次看到他 總是缺什麼 或者是什麼東西賣不出去 或者是你總是看到他出來道歉 永遠都只看到陳吉忠這兩種反應 他會跟你說我們現在開始改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道歉 我們跟你說對不起 但是我們之後就會好了 但是大家想想看 缺氮這件事 有沒有覺得歷史在重演 好像二零一九年還是二零多少年的時候 我們總是好像遇過類似的狀況發生 結果他們到昨天為止 還在告訴你說 因為天氣冷 所以雞不會下蛋 因為大家要吃火鍋 所以缺氮 甚至是告訴你說 沒有 我們到超商去到市場去 都買得到蛋 缺氮是一個認知作戰 到目前為止 你都覺得這好像官員跟一般人民 在活在平行時空 再看看大家說 他們說禽流感是全球的問題 當然我也覺得 這禽流感確實是全球問題 你看看別的國家 確實禽流感大家都在發生 但是台灣的基色普遍 都是老舊的狀況 而且很容易感染疫情的狀況 絕對不是昨天才發生的 農委會主委在位這麼久 你難道沒有去做一些 你該做的事情嗎 而且昨天你才發現這個問題嗎 短期之內 農委會說 要來調控這個蛋的供需 調控這個價格 中長期他要輔導基農 去做轉型升級等等 這些事情老實說 應該是早就該做 而不是現在才說你要做的 所以每次成績上出來 總是用這一兩招虛晃一下 想要騙一下人民 我覺得這個事情 基本上民生大家生活上 實實在在會遇到的問題 是我們眼睛所看得到的事實 那你現在總是想要用 另外一種方法來帶風向 像這個永齡基金會 這個雞蛋的事情 昨天在節目上聽到 這個綠營的議員 在講這件事 會覺得很誇張 怎麼會帶風向想要帶得這麼明顯 你扯說雞蛋 雞蛋裡面本來就有分 好多種不同的雞蛋 我們自己在買雞蛋 你自己也知道說 你可以選平價的洗選蛋 你當然也可以選各種不同 什麼有機農場的雞蛋等等的 有雞蛋 對 你本來就是有雞蛋裡面有分 那你特別點出永齡基金會 這政治目的太明顯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想要帶風向 再說這篇臉書貼完之後 你後續又貼出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執政黨不要再扯了 不要再帶風向 應該好好面對問題 才能解決問題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再繼續說 馬來自公司 臺北